显然要直接面对各种人群 英国医学杂志的调查还表明 所有这些都在培养资生长新冠 但是很不幸啊 西方有些国家对长新冠的反应是随他去 随便专家认为这是不可接受 在专家们看来太多的人放弃了斗争 这很可悲 英国医学杂志采访的专家认为 我们现在在英国减少资金投入 这个做法是不治的 事实上我们应该加强投资 因为这是一项非常明智的投资 我们应该赶在病毒之前抢占先机 我们要提高这种能力 提高这种能力之后将会挽回 我们日后会付出的难以估量的代价 有个词叫未雨绸缪啊 未雨绸缪就是说 我们要考虑到一种最坏的可能 比如说任正非在当时华为高歌猛进的时候 一切顺风顺水 但是华为那时候他做了一个备胎 做了一个备胎 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风云突变怎么办 这叫未雨绸缪 现在如果我们一切就建立在奥米克戎 温柔温柔越来越温柔的基础之上 你现在看着温柔 有一天他突然回头咬你一口 病毒变异突变 致病性增强的时候怎么办 即使现在这长新冠的问题 也需要的认真对待 我跟各位说的这是著名的科普作家赵志珍先生 这一段司马大爷他在讲什么东西呢 他在讲西方人说了 有个专家说了 说你漠视新冠病毒的危害 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漠视 感染了在家休假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就是加大投入 这个加大投入 我以为是要给这个发红包了 说发补贴了 昨天有一个采访上海人社 就是这个社会保证局吧 就答复说在家休病假也得给开工资 如果他们不开怎么办 我们这种失业的农民工怎么办 是吧 你说你们是这个休病假在家 是弱势群体 我们这个都失业的在家 这个他最起码他不休病假了 上班他又收入了 我们又怎么办 是吧 按照司马南大爷说的意思呢 还要加大国家投入 是吧 这个就是扩权 这个扩权向哪里扩 是个问题 是吧 要还要给多给多给钱花 给他们这个权利 让他们多花钱 这个 我觉得不如这个司马南大 你鼓励鼓励呼吁呼吁 给我们发红包不行吗 是吧 怎么弄都是水过地皮 是那个钱都会越搞越少 是吧 这兜圈子在那里 兜到我们这里成富的了 说钱不够 还要再给补点 再交点 所以说这个司马南大爷 说要重视 弱势群体的重视方法 是国家要加大投入 说再多花钱 就不给你们发红包 司马南大爷的粉丝们 你们支持是增加国家的投入 你还是支持 给自己发红包 我发现你们有时候很糊涂 你们自己宁愿不要红包 我给你 我给你 我给你